积极推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14号这一天 与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是一起来到了大甲松柏渔港销售中心 视察营运的进度 同时了解在地渔民的需求 期望能够尽快的推动建设 连带提升滚光经济 松柏渔港是我们201港里面 最具规模的一个渔港 所长介绍松柏渔港 接着简报渔获销售中心的进度跟未来规划 大甲松柏渔港销售中心 从2017年开始动工 至今外观与基本设备都已经建置完毕 缺乏内饰装修无法营运 对此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找来农委会和台中渔会等单位一同视察 希望加速推动销售中心运作 这几年来去努力争取 从中央要预算配合地方政府 一起将后面这个渔获的集货中心 已经兴建完成 那今天还欠缺了 这个周边环境的整理 以及这个集货市场里面的这些设备 所以我们今天谢谢这个主委 带来了这么好的礼物 把这样的一个集散中心可以整修完成 松柏渔港过去是在地老饕采买新鲜渔获的秘境 但为缺乏场地贩售渔民都只能够摆在草地上贩卖 引发卫生疑虑 对此蔡奇昌向地方及中央渔业署争取补助 共约3000万的经费 预计年底完成室内装修设计 工程明年底完工 可提供26个摊位让渔民贩售 那除了相关的这一个后续的这个进会的协助以外 更重要如同刚刚蔡奇昌副院长讲的 我们要把这块地区经营的 让所有的消费者 让我们辛苦的渔民捕捞回来的 都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展售 以及相关的渔产品的这一个限组等销售这些活动 还有经营整个渔业文化渔村的这个活化 相关的渔村再生工作我们也很乐意来协助 蔡奇昌也表示松柏渔港不仅是在地人买渔货的秘境 更是近期年轻人常来冲浪看夕阳的人气景点 期盼与新鲜渔货冲浪活动及市集等结合 活络地方观光为海线打造人潮新契机 记者在外台中采访报导